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则赤裸裸地表达了人们心中的渴望 是的 你有可能在游戏中赢得百万美元 也可能买彩票中了几百万美元 还有可能通过投资IPO首次公开募股成为百万富翁 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了 在剩余的人生中享受荣华富贵 实际上 现如今致富的途径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这也许就是那些又快又好的赚钱方式 风靡全球的原因 我记得我在接受关于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采访时 主持人质问我 行了 你干嘛不告诉我们实情 你的书现在风靡全球 你难道不是在利用你的书大肆敛财吗 他的问题着实让我惊讶 我几乎无言以对 最后 我回答道 我从没往那方面想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写书是为了那个目的 我希望我能有那么聪明 聪明到足以算计到在这个历史时刻推出我的书 实际上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从两位爸爸身上学到的关于财富的哲理 停了一下 我说 现在确实存在快速致富的热潮 然而我的书呈现出来的理念与那些游戏和彩票截然相反 我的书是关于致富的 但是与快速无关 记者点点头 对我抱以怀疑的微笑 那么 如果你不崇尚快速致富 你打算怎么做 慢速致富 我能感觉到他的挖苦 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在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面前我必须保持冷静 所以 我勉强一笑回应他带次的评论 并说 不是 我的书与快速致富和慢速致富都没有关系 然后 我笑着等待他的下一个提问 接下来的沉默让人窒息 但我尽可能保持冷静 没有退缩 他笑着问 那你的书是关于什么的 我笑着回答 是关于致富需要做的事 他问 什么事 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制作人示意他抓紧时间 他于是催促我赶紧回答问题 最后我对主持人说很多人都想挣到大钱 但是问题是没多少人愿意为此真正做点事 电视访谈结束了 主持人对我表示感谢 然后切换成商业广告 我再也没有机会解释编的富有到底需要做些什么事 这本书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谁在付出代价 政府对年龄在20至65岁的人进行了一项跟踪调查 调查发现 在他们65岁时 1%妇人4%生活富足 5%受生计所迫 仍在工作54%需要家人 和政府供养36%死亡 另外1%的妇人中超过35%是通过继承得到财富的 这种情况在4%的生活富足的人中也有很大比例 但问题还是一样 最富有的那5%的人做了什么别人没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与其他人相比 那5%的人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你有大房子你就是富人吗 小时候 我的富爸爸开车带着我路过同学家 那是个非常富有的社区 我问富爸爸 我同学的爸爸是不是很有钱 富爸爸笑着回答我 工作收入高 房子大 车子贵 度假奢侈 并不意味着你是富人 奢侈的生活方式 也并不意味你聪明 或者受到过良好教育 也有可能完全相反 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智慧 明白富爸爸的意思 但是我认为 许多人热衷于买彩票 就是想拥有大房子 好车子 以及其他那些能用钱买到的消遣娱乐 现实生活中 通过买彩票 赢得百万美元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概率实在太小 所以 参加竞赛游戏 或者用幸运数字买彩票 不是最富有的那百分之一的人所做的事 变成富人需要做什么致富的途径 多种多样 中彩票和赢得游戏 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你还可以通过勤俭持家 诈骗 甚至是和富人结婚变得富有 不少人会积极主动地找个有钱人结婚 提前警告 任何获得巨大财富的方法都需要付出代价 而且这个代价不一定能用金钱衡量 参加竞赛游戏和买彩票的代价是 你几乎永远不可能成为富人 而且还得花不少钱 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成为富人 胜算更大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实际上 有些方法得到人们的认可 几乎可以确保你成为富人 可是还是那个问题 没多少人真正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表明 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中只有1%的人能成为富人 其他人也想变得富有 但不愿付出相应的努力 那么成为富人需要做什么呢 如果我说 我希望拥有世界级运动员的体魄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告诉我 穿上跑鞋 每天跑5公里 去健身房每天练3小时 别没完没了地吃比萨 听了这个建议后 我很可能会问 还有别的方法去拥有那样的体魄吗 因为我不想那么累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成千上万的人想要健美的体魄 但没多少人愿意付出相应的努力 这就是他们在虚假的赚钱广告上受骗的原因 不结实就能减肥 只需要几粒神奇的药片 或者 不用健身 不用控制饮食 你就能拥有模特般的娇人身材 不管是非来横财 性感身段 强大人脉 或者别的什么幸福之类的 只要是人类渴望的东西 纽约麦迪逊大街上的广告联盟 都能简单快速地实现你的愿望 然而 大多数广告名不负实 而且买这些产品的人本身就不想努力 或者根本就不想付出任何代价 我经常提起许多年前 我因为一则电视广告而花385美元参加一个关于房地产 投资课程的事 我记得当时 我正坐在家里看电视 无意中看到了一则广告 那则广告 鼓动我去西尔顿夏威夷度假村 参加一个晚间研讨会 举办研讨会的酒店离 我位于威积积海滩的个人公寓很近 于是我打电话预约 并花385美元 报名参加了那个研讨会 那个时候 我还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我邀请了我的海军飞行员战友一起去 他讨厌那个研讨会 认为纯属欺诈 浪费时间 并且要求退款 回到中队以后 他跟我说 我就知道这是诈骗 我根本就不应该听你的 但我所经历的一切 与他说的完全不同 研讨会结束以后 我继续读带回来的书 听课堂录音词带 并根据所学 赚了上百万美元 许多年后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 你朋友的问题 在于太过聪明 觉得从那个课程上学不到任何东西 而你 你则是蠢到相信那个老师 而且竟然按他教你的做了 今天 我还是会推荐人们 去参加一些研讨会 学习房地产购买 创业 及股票投资等基础知识 我经常会听到观众回应说 如果这些课程不好怎么办 如果我被骗了怎么办 如果我什么也没学到怎么办 听到这些疑问时 我通常的回复是 那你最好别参加研讨会 这些研讨会 绝对是骗你的 据我所知 许多人都在寻找 如何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答案 但问题是当他们找到答案时 他们根本就不喜欢 就像我希望拥有世界级运动员的体魄 但我不喜欢不再没完没了的吃比萨 每天练举重三小时这个答案一样 换句话说 除非找到我喜欢的答案 否则我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大多数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富人的原因 就是他们不喜欢自己得到的答案 我认为 他们并不仅仅是不喜欢那个答案 他们真正不喜欢的是附加在答案上面的代价 正如父爸爸所说 大多数人想变得富有 但他们不想付出努力 在这本书里 我所讨论的成为富人的途径 与省吃俭用 欺诈和富人结婚无关 但是 就像父爸爸常对我说的 有些致富所需要做的事 不一定能用金钱来衡量 在这本书中 我不仅分享了致富的答案 还有我为此做出的努力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答案 或者我的父爸爸的答案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成为富人的途径不止一条 因为永远都会有新的博彩 或新的游戏节目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 前言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一件事 做好为财务自由付出努力的准备